巧娘 话说广东有一个绅士幸福 60岁那年 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傅莲 长得很聪明 但却是天生的阉人 17岁了 生殖器才像个残那么大 远近的人们都知道 所以没有人家把女儿嫁给她 复工自料想宗似已绝 因此日夜忧愁担心 也没有办法 傅莲跟着家庭老师读书 一天老师出了门 街上来了个耍猴的 傅生出去观看 耽误了当天的功课 她约摸老师快回来了 怕挨体罚 就逃学跑了 傅生一气跑到 离家极里远的地方 见一个穿白衣的女郎 带着一个丫鬟走在她的前面 女郎一回头 傅生见她美丽无比 迈着小步走得很慢 她就紧走几步 赶上了女郎 女郎回头对丫鬟说 问问郎君可是往穷州去的 丫鬟奉命来问傅生 傅生问他们有什么事 女子说 你若是去穷州 有一封信 烦你顺道烧到我家去 我母亲在家里 还可以招待招待你 傅生本来就没有一定去想 心里想 坐船到海上玩玩也可以 就答应了女子的拜托 女子把信交给丫鬟 丫鬟又交给傅生 傅生问她的姓名居处 女子回答 姓华 住秦女村 距城北三四里路 傅生到了海边 上了船就去穷州 傅生按女子指点的路线 到了城北郊 太阳已落山了 打听秦女村 却没人知道 又向北走了四五里路 天上已繁星点点 月亮也挂在天边了 眼前一片荒草野坡 不见一个走路的人 又没有人家 这时她心里又害怕 又为难 忽见路旁有座坟 心想暂且在坟旁 坐一夜吧 又怕有虎狼 就爬到坟边一棵树上过夜 她蹲在树叉上 耳边只听得风声呼呼 草虫哀叫 心里忐忑不安 一时懊悔万分 傅生正在树上 忽听树下像有人声 她低头一看 一座庭院清清楚楚 就在下面 有一个美女坐在石头上 两个丫鬟打着灯笼 伺候在两边 美女向左右看了看说 今夜月明星夕 华姑送来的团茶 可泡一杯来赏月 傅生在树上想 这些一定是鬼 吓得毛发倒立 不敢大声喘气 忽然一个丫鬟说 树上有人 女子惊奇说 哪里来的大胆小子 敢偷看人 傅生十分害怕 又没处逃藏 只好从树上滑下来 跪在地上求饶 那女子走近一看 马上便怒为喜 伸手拉起傅生 并肩坐下 傅生斜眼一看 这女子大约十六七岁 容貌体态十分艳丽 听口音很像当地人 女子问傅说 你为何来这里 傅生说 给人家送信 女子又说 野外经常有强盗 露宿这里不安全 你若不嫌我家简陋 就将就着住几天 便请傅生进了屋 这屋里只有一张床 女子命丫鬟铺两条被子在上面 傅生自残残废 愿在地上睡 女子笑着说 贵客光临 我女圆龙哪敢一人高卧床上 傅生不得已 只得和她睡在床上 但心里恐慌不安 一动不敢动 没多时 傅生觉女子伸过手来摸她 并轻轻捏了一下她的大腿 傅生洋装睡着了 好像没有觉得 又一会 女子钻到傅生背筒里 用手摇她 傅生仍然一动不动 女子便伸手去摸傅生阴处 刚一摸 手马上就停住了 大师所望 悄悄爬出了傅生的背筒 偷偷地哭了起来 这时 傅生又害怕 又羞残 真是无地自容 只怨恨老天爷 使她有缺陷 女子起来 命丫鬟点上灯 丫鬟一看主人脸上有泪痕 惊问怎么了 女子摇了摇头说 看我命不好 丫鬟站在床边 只看主人的脸 等主人吩咐 女子说 可叫醒郎君 放她走吧 傅生听了更加惭愧 而且担忧半夜三更 茫茫无去处 正思索的功夫 一个傅人推门进屋 丫鬟说 华姑来了 傅生偷眼一看 见这傅人五十开外的年纪 很有风度 这傅人见女子未睡 便问原因 女子没有回答 她又见床上躺着一个人 便问 同床的是什么人 丫鬟替女子回答 夜里来了个少年郎 借宿在这里 傅人笑着说 呼之是巧娘的花烛之夜 抬头又见女子猪泪未干 吃惊地问 新婚之夜 不该悲弃 莫不是新郎有粗暴之处 女子仍不回答 而且越发伤心 傅人掀开被子想看个究竟 不料一掀被子 却发现一封信掉在地上 她拿起来一看 惊奇地说 这是我女儿的笔迹 马上拆开信一座 非常诧探 女子问傅人 她说 这是三姐的家信 信中说 无狼已死 三姐一人无依无靠 日子不好过 女子说 这个少年曾说过替人送信 尽亏没打发他走 女人叫起傅生 问傅生 信是从哪里来的 傅生把经过说了一遍 妇人说 这么远麻烦你送信 我怎么报答你呢 又看着傅生笑着说 你怎么得罪了巧娘 傅生胆怯她说 我不知什么罪 妇人又问巧娘 巧娘叹口气说 可怜我自己活着的时候 嫁了一个燕人 谁知死后又遇到一个燕人 所以悲伤 妇人又看了看傅生说 这么聪明漂亮的孩子 竟是燕人吗 这是我的客人 不能尝试打扰别人 于是领着傅生到了东厢房 伸手去傅生阴处检查 笑着说 无怪巧娘哭泣 幸好还有根地 有办法治 说着就点上灯 翻箱倒柜 找到一粒黑药丸 叫傅生吃下去 小生告诉他不要动 然后关门出去 傅生独自一人躺在屋里 心想不知这药是治什么病的 将到五更天时 才一觉醒来 觉得肚脐下边一股热气直冲阴处 好像有什么东西垂在鼓下 用手一摸 自己已成了真正的男子汉 他心里又惊又喜 像是一下子疯了公爵那样高兴 第二天早上 窗户上刚看清窗帘的时候 妇人就进了屋 拿了烧饼给傅生吃 嘱咐他耐心坐着 他反锁上门 出来对巧娘说 傅郎送信有功 得叫三娘来与他拜为干姊妹 暂且藏他几天 免得大家厌恶他 说完就出门去了 傅生被关在屋里 走来走去 觉得无聊 不时从门缝里向外瞧 像个关在笼子里的鸟 看见巧娘在院子里 想叫他过来说说自己的变化 又觉得惭愧 不好开口 挨到晚上 妇人才带了女儿回来 妇人把门打开就说 闷煞郎君了吧 三娘快来谢过傅郎 三娘犹犹豫豫走过来 向傅生行了个礼 妇人叫傅生与三娘互称兄妹 巧娘笑着说 叫姐妹也行 说吧 就摆下酒一起做饮 喝了几杯 巧娘就戏弄傅生说 妍人 你也为美女动心吗 傅生说 瘸子忘不了穿鞋 瞎子忘不了看东西 大家都一起笑了起来 巧娘因为三娘一路辛苦 命人另安排房子 请三娘休息 妇人看了看三娘说 叫他们兄妹俩在一屋里睡吧 三娘羞答答的不好意思 妇人又说 这个人看上去是个男子汉 实际是个女孩子 你怕什么 催促他们早休息 偷着嘱咐傅生 你可以明着算是我的干儿子 实则是我的女婿 傅生非常高兴 拉着三娘上了床 这一夜他才初次接触女子 欢快无比 接着就在枕边问三娘 巧娘是什么人 三娘回答 是个鬼 她才貌无人可比 但命运不好 找了个郎君姓毛 因生烟病 18岁还不能过性生活 所以巧娘闷闷不乐 以致死去 傅生怕三娘也是鬼 三娘就说 实话告诉你 我不是鬼 是狐 因为巧娘一人住在这里 没人做伴 我与母亲又没有家 就借住在这里 傅生大为害怕 三娘又说 你不必怕 我们虽然是鬼狐 但都不害人 从此 傅生与三娘天天住在一起 虽然知道巧娘是鬼 但心里却爱她 娟娟美丽 很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变化 傅生风雅温存 又非常诙谐 好说好笑 也很得巧娘喜欢 一天 华氏母女要到别处走亲戚 临走又把傅生锁在屋里 她觉得闷得慌 就在屋里转来转去 隔着窗子喊巧娘 巧娘命丫鬟拿钥匙来试着开锁 失变了所有钥匙 才碰巧开了锁 傅生富尔对巧娘说 要求单独在一起 巧娘就把丫鬟支走了 傅生玩巧娘上床拥抱 巧娘用手探傅生旗下 开玩笑说 可惜可疑的人这里少生了点东西 活卫说完 竟抓了满满一把 不禁惊奇地问 为什么上次这东西小小的 而现在如此大了 傅生笑着说 上次害羞 所以见了你就缩回去了 这次因被毁谤很难堪 所以就像蛙怒一样鼓起来了 两人欢好之后 巧娘生气地说 今天我才知道 华姑整日锁着你的原因 他们母女俩到处流浪无地容身 我借房子给他们住 三娘向我学刺绣 我毫无保留地教她 谁知他们竟如此记恨 傅生安慰劝解巧娘一番 巧娘始终耿耿于怀 傅生说 这是一定不要说出去 华姑叫我不要让别人知道 话还没有说完 华姑就推门而入 两人慌忙穿衣起床 华姑怒目圆争 问 谁开的门 巧娘笑着坦然说 是自己开的 华姑更怒气不息地 唠到没完 巧娘反唇相机 阿老也太可笑了 她不是名为男子 实为女子的吗 能干什么呢 三娘见母亲与巧娘顶嘴 觉得不安 从中调解 才各自转怒为喜 巧娘虽然言辞激烈 但是后仍去意对待三娘 而华姑却日夜防范 巧娘与傅生不能接近 只是眉目传情而已 一天 华姑对傅生说 我女儿与巧娘姊妹俩都奉饰了你 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应该回家去告诉父母 早订婚约 便整理行装 催傅生上路 二女相送 恋恋不舍 巧娘更是忧伤 双泪交流 如断珠滚落 哭个不止 华姑指住他们 拉傅生出了门 傅生回头一看 房子全没有了 只有一座荒凉的大坟 华姑送她上船 说 你走后 我就带两个女儿去你县租房居住 若是不忘就好 我们在理事废园里等你迎亲 傅生便回家了 当时傅生逃学出走后 傅家到处寻找 他父母焦急万分 忽然见傅生回来 一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傅生大略说了他的经历 并提出与华氏定亲的事 他父亲说 妖精说的话怎么能信 你能活着回来 就是因为你身体有缺陷 不然早死在外边了 傅生说 他们虽不是人类 但感情和人一样 也很漂亮聪明 举进门来也不至于叫亲友笑话 父亲没说什么 只是吃笑而已 傅生此后经常信誉发作 不安分守己 常与丫鬟私交 静置白日淫乱 故意想叫他父母知道 一天被一个小丫鬟看见了 禀告了老夫人 夫人不信 就偷着去看 觉得十分奇怪 就叫了与儿子私交的丫鬟来问 他们都招任了 夫人心里非常喜欢 逢人就宣传儿子病好了 并要找施加大族给儿子说亲 傅生知道后 私下告诉母亲 非华家子妹不娶 他母亲说 世上不缺少美女 为什么非要娶个鬼物呢 傅生说 而若不是华姑不能治好病 废弃了人家是不吉利的 她的父亲同意了 于是派了一个男仆 一个女仆去打听 家人出城东四五里 找到理事废员 果然见残墙竹树中 有屡屡吹烟 女仆一直进了屋 见华氏母女正擦拭桌椅 好像正准备迎接客人 女仆说了主人的意思 见到三娘 惊叹说 这就是我家小主妇吗 我见了都喜欢 无怪我家公子整天神魂颠倒呢 又问她的姐姐在哪里 滑鼓叹道 她是我的义女 三天前忽然去世了 随即备了韭菜招待来人 傅家家人回来 详细向主人说了情况 并说了三娘的相貌言谈 傅氏夫妇非常高兴 后又说巧娘死了 傅生听了伤心的想哭 到了迎亲的日子 傅生亲自问华姑 华姑说 巧娘已在北方投生为人了 傅生听了 抽抽搭搭哭了很久 傅生虽然娶了三娘为妻 但仍不忘巧娘 凡是从穷州来的人 都请来向他们打听 有人说 秦女坟夜间有哭声 傅生觉得奇怪 就告诉了三娘 三娘沉吟半日 哭着说 我辜负巧娘姐了 傅生再三追问 三娘才说 我与母亲来时 时没有告诉巧娘 现在悲伤啼哭的 莫非是巧娘姐姐 一直想告诉你 又怕母亲斥责 傅生听了 先是伤心 而后转为欢喜 马上命人备了车 日夜兼程去找巧娘 到了坟上 进入坟内 敲打着巧娘的棺木说 巧娘 巧娘 我在这里 一煞时 见巧娘抱着孩子从墓中出来 见到傅生 伤心凄楚 埋怨不止 傅生也哭了起来 探怀中问着孩子是谁的 巧娘说 是你的小孽种 已生下三个月了 傅生叹息说 错听了华姑的话 使你们母子埋在地下 受苦担忧 我的罪过是不可推却的 随即一起乘车 坐船回了家 傅生与巧娘抱着孩子 见了父母 她父母一见 孩子身体健壮 一点也不像个鬼物 心里好生喜欢 姐妹俩相处和谐 孝敬公婆 后代夫妇生病 请医生来治 巧娘说 病已不能治了 魂已离开躯体了 督促准备后事 备妥后 夫妇便去世了 复生的儿子长大后 很像复生 而且更为聪明 14岁就中了秀才 四川高行曾在广东 听说过这件事 详细地名遗忘了 以后的事 也不知道有什么结果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